前一秒还嚣张的为妹妹出头 叫须沐云瑶 结果后一秒便死在了猎场中 皇帝周身气息压迫人心 冷声指纹 老四 孟习状告你谋害人命 你可有话说 岳王行礼道 孟汉东对尔城放案件 意图行刺 儿臣只是出手 射上了他的肩头 并不致死 请父皇明察 一旁的孟习猛地抬起头 悲痛万分 岳王殿下 就算汉东性子顽劣了一些 到底还是个孩子 您也不应该如此残忍地杀了他 皇上慕云瑶忽然开口 明女有些话要说 皇帝冷眼扫向慕云瑶 眼眸深处情绪慕名 回禀皇上 明女当时在场 可以说是唯一的人证 明女可以作证 岳王殿下是清白的 慕云瑶抬手指向孟汉东的尸体 杀死孟汉东的一箭正中胸口 从后新入前胸出 一击毙命 而肩膀的伤口是岳王从正面射中的 从伤口很容易查验出来 孟习不服气 汉东察觉到岳王的杀意 必定是想要转身逃走的 当胸一箭定是在他逃走的时候射过去的 就在这时 二皇子渔王快步走了进来 父皇儿臣找到了证据 可以证明四弟的清白 渔王指向托盘里内孟汉东的发官 父皇这只破碎的发官便是孟汉东的 当时岳王一共射出两只羽箭 羽箭射中赤金打造的发官 箭头必有折损 儿臣命人比对过 射穿孟汉东胸口的那只羽箭上的折损痕迹 与发官上的破死痕迹相一致 所以孟汉东胸口那致命一箭 是有人捡了四弟的羽箭 伤了孟汉东陷害了四弟 只是凶手也没想到箭头上会留下破绽 皇帝沉默片刻开口道 这件事情移交刑部 让刑部负责调查 孟汐你没有什么意见吧 孟汐虽不甘心 但在证据面前也只能打掉牙王肚子李燕 谁让他那不争气的私女孟燕人 昨晚才得罪过皇上呢 除了营帐三人心中各有思量 此事一定是皇家之人暗中挑唆 至于那个人正坐在自己的营帐恨恨咬牙 废物不是说事情万无一失吗 孟汉面色阴沉 再也没了往日温和的笑意 发官被打坏这么大的破绽 你们没发现吗 两名轻随跪在地上低垂着头 是属下的疏忽 本想着那只发官无关紧要 没想到竟然成为证明月王清白的重要线索 孟汉重重地放下茶盏 算了本来也只是想试探一下 父皇对于月王的态度 也没想着这样一个简单的局 就能让他伤筋动骨 行了退下吧 晚上六两便传来了消息 陷害月王的正是晋王 慕云瑶将纸条放在烛火上烧掉 神似如常 六两能够查到的消息 月王肯定也已知晓 更不用说皇上和长公主了 果不其然 天快亮的时候 就传来了几位皇子 同时被皇上责打的消息 慕云瑶装扮成内饰的模样 提着药箱来到了月王营帐 于恒时去的退了出去 看到月王身后被血迹浸透的衣衫 慕云瑶醋了醋眉心 皇上下手也太狠了 父皇已经让人收敛力道了 实际上不过是一些皮外伤 月王爬在染塌上 脸上有笑意荡开 倒是三皇兄 怕是要躺在床上 好好的休养几日了 慕云瑶愤然道 皇上就打算用这种方法 惩戒进王马 诬陷月王虐杀孟汉东 这个罪名扣的可着实不小 父皇应该还会有别的法子 就算他想不到 皇姑姑也会提醒他的 提到长公主 月王心中生起一抹愧疚 如果不是为了我 皇姑姑不会再卷入京都 这些崩起云涌之中 说起来 我心中着实惭愧 脑海中仿佛有一道亮芒 闪过慕云瑶不由的 微微瞪大眼睛 心中有一个极其大胆的猜想 难道义德长公主 支持月王争夺那个位置 月王忍不住再次回头 看他眼中蕴含着笑意 猜到一些了 慕云瑶点点头 是想闹了一些 但是有些话可不是和现在说 慕云瑶一边和月王说着话 一边快速地为他穿好衣服 四爷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现在不多加注意 以后可是要吃苦头的 好 我听你的 月王很是顺从地点了点头 这个时候 无论慕云瑶说什么 他都愿意答应 丘烈最后一天 长公主身边的嬷嬷长了过来 请慕云瑶前去 为苏家二小姐苏雅咸包扎伤口 因为所有的太医 都去了六公主和张婉那里 慕云瑶目光一沉 上一世 这位六公主为了抢夺苏清吴 硬逼得两人退了婚 逼得张婉自尽而亡 果然前世发生过的还是来了 处理完苏雅咸的伤口 天已经大亮 好在只是被狼抓伤了肩膀 没有性命之忧 景兰左右看了看 确定没人 附在慕云瑶耳边小声道 昨晚六公主苏清吴张婉和苏雅咸 是一起遇险的 六公主那里没有大碍 只是张婉的脸被毁了腿 也被咬到了 情况很是不好 但真正害了张婉的是六公主 在一郎袭击前 苏清吴已经将张婉放上了马背 没曾想 六公主直接把人给推了下去 慕云瑶听了心惊 无力的叹了口气 皇上必定会对这件事下进口令 张婉只能是为了保护六公主而受伤 秋冽终于结束 慕云瑶精疲力尽 回到苏府的第二日 苏又便找了过来 虽然看着依旧心瘦 但气色好了很多 面上也多了丝红润 猜几日不见 姐妹良好似有一箩筐的话 喋喋不休了一个上午 而夫人走了进来 过几日便是慕云瑶的吉吉礼 老夫人孙氏开了口 要大办 苏又之前因为身体差 没有办过吉吉礼 所以就让他们两姐妹 同伴在一场也显得热闹些 文言苏又眼神大亮 太好了 云瑶妹妹你听到了吗 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办吉吉礼了 看着苏又开心 慕云瑶告诉她 自己从猎场得了几张不错的皮子 让她赶紧去挑一挑 等苏又离开 二夫人看向慕云瑶 面色微微沉下来 你故意将幼儿支开 可是有什么话要和我说 慕云瑶微微点点头 二舅母觉得外祖母如此安排 是什么意思 二夫人微微一愣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她一心只顾着高兴 也没有太仔细的去向 如今慕云瑶一提醒 也觉得事情提出的有些突兀 二舅母之前已经猜到了 是老夫人对苏又妹妹下的手 如今却不多加防范 难道想前功尽弃吗 慕云瑶皱起眉头 语气难免带上了几分冷意 二夫人心头一紧 连忙握住慕云瑶的手 神色满是焦急 云瑶你可要帮我想想办法 这两日我着实是有些得意忘形了 只想着打压大房 防范上难免有所疏漏 云瑶你说 老夫人会不会想要在 积极里上对幼儿动手 然后将事情在 赃价货到你的身上 想到了这种可能 二夫人只觉得遍体生寒 慕云瑶眼中闪过一道冷芒 若是一切真的如二舅母猜测 那我们不妨来个将计就计 不过我还要仔细地想想 到时候再和二舅母详细商议 只是才刚刚入夜 二夫人再次来到了纪月阁 看到慕云瑶仿佛找到了主心骨 云瑶我今日得了消息你看 说着拿出一张纸条递了过去 慕云瑶打开查看 眉心骤然意紧 二舅母这张纸条是谁给你的 不清楚 二夫人也很奇怪 今日她喝茶的时候 恰好在茶宅下面 发现了这张纸条 但不管送纸条的是什么人 有一件事能够确定 他们猜对了 老夫人的确是要在 集机宴上再次对苏佑动手 慕云瑶将纸条交还给二夫人 二舅母外祖母的年纪大了 是时候该一样天年了 您觉得呢 集机里这日 慕云瑶和苏佑同时举行集机礼 房间内便放了一面屏风 正好将房间切割成两半 两人换好衣衫之后 便一左一右的安坐等候 苏佑脸颊微微泛红 语气间难掩激动之色 云瑶妹妹你开心吗 你说待回我心里的时候会出错吗 慕云瑶看向屏风 不留笑着安慰 自然是开心的 礼节流程你记得比我清楚 到时候我若忘了 你可要记得提醒我 话音落下 屏风对面确实没有回话传过来 慕云瑶笑意隐沫起身走向屏风 苏佑姐姐 就在她来到屏风面前的时候 一笔力剑猛地刺破屏风直吸她的咽喉 慕云瑶瞪大眼镜竭力向后去躲 紧接着屏风上有血迹骤然四季而开 一片片烟红刺人眼目 六两 慕云瑶提起裙摆快步绕过屏风 就见一抹人引抱着苏佑一跃而起 消失在了半空 听到慕云瑶呼吓的六两 已经顺着打开的窗户追了出去 慕云瑶走到窗边 看着窗台上一流向来的血迹跟了出去 血迹一路向不远处的池塘而去 大咧咧的没有丝毫掩饰 仿佛就为了引着她前去 慕云瑶眉心紧皱 脸上的神色越来越惶恐 等她来到池塘边上的时候 先是在地上捡到了一把带血的匕首 再看向池塘 就见里面扶着一个人影 看那衣衫的模样正是苏佑 很快池塘里的人被捞了上来 前院的宾客们也闻声聚集了过来 而妇人即使呼喊一声哭到在尸体上撕心裂肺的哭喊 幼儿我可怜的孩子 大妇人扶着老妇人赶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瞬间掉下眼泪 方才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眨眼的功夫 我的幼儿就没了 吓人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回答 奴婢们来的时候 表小姐已经站在这里了 手里还拿着匕首 云瑶老妇人立马看向慕云瑶 面容带着急切和悲痛 你方才是和苏佑同在东香房 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情还不明显吗 而妇人却是停止了痛哭 抬起头来目光阴森的盯着慕云瑶 是慕云瑶杀害了我的幼儿 是她 她就是杀人凶手 慕云瑶面色苍白 摇着头后退几步 二舅母 我和苏佑姐姐历来关系要好 我怎么会害她 再者说 害了她对我有什么好处 二夫人抱着苏佑的尸身 声音宛弱杜鹃提屑 出事的时候只有你在场 你手里还拿着匕首 除了你还有谁 慕云瑶冷汗直下 百口莫辩 二舅母 两个家丁压着一名男子走了过来 老夫人 人抓到了 就藏在了季月阁表小姐房间中 有下人尖叫一声 这不是申管家的儿子申策吗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老夫人眉心紧皱 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申策 你做了什么事情 还不快快从事招来 申策整个人四次发抖 抬头看向慕云瑶 小姐救我 慕云瑶神似清冷 紧紧地皱着眉心 眼中满是不解之意 我根本不认识你 为什么要向我求救 申策不敢置信地看着慕云瑶 伤心欲绝地咬牙道 小姐 你既然如此绝情 那就不要怪我了 申策扑通跪倒在地 我和表小姐一见钟情 这段时间以来渐渐地互生情愫 表小姐说只要我听她的话 将来她就会求老夫人同意她嫁给我 我被迷了心窍 帮她去陷害大夫人 之前从大夫人库房中搜出来的银票 也是表小姐让我偷偷放进去的 大夫人 是奴才对不住您 损害了您的名声 让您无辜猛冤 大夫人叹息着摇了摇头 你算了你也是受人迷惑 才做下如此错事 我没想到云瑶竟然会这样害我 而夫人泪如雨下 眼神宛若脆了毒的刀子 可即便如此 你又为何害我诱饵 身侧颤抖着声音道 我和表小姐在纪月隔清日 被吴小姐撞破 表小姐担心事情外露 一边哄骗着吴小姐保守秘密 一边和我暗中策划了今日的这场谋杀 而夫人面上恨意浓重地望着慕云瑶 你们你们你们不要脸 老夫人痛心疾首 整个人一副随时都会晕倒的模样 云瑶你怎么能如此糊涂 为什么看中一个吓人 你你实在太令祖母失望了